嗨 脆脆的有有薑的辣味 這是我早上最喜歡的味道 嗨大家好 我今天要醃一個嫩薑 這是我夏天的時候 最愛吃的一個小菜 人家說冬吃蘿蔔夏吃薑 所以我們夏天要多吃一點薑 那我都是做嫩薑放在冰箱上 每次早上吃西飯 晚上吃麵條或是等等 不管吃什麼我都喜歡 放一盤薑在那邊配著吃 嫩薑只有買這個 老的就不要 還有一種更高檔的 它是只有這麼短 一小節一小節的嫩 可能是旁邊長出來 就這一小段掐下來的 那個是特別嫩的 價錢比較貴 如果旁邊還有很多汁 還有老的 那個老的就不好用 那這個是介於中等的 不會太老 但是也沒有嫩到像水梨一樣嫩 很嫩的話 這個部分的就像水梨一樣嫩 那這個薑做法也是非常簡單的 我就是用一點糖 用少許的醋加鹽來醃它 因為我怕吃太甜 所以我不會放很多糖 然後醋也就是有一點微酸 然後主要是吃這個薑的味道 我這個薑是用絲瓜刷 刷乾淨的 我這邊差不多350克的薑 冰糖我只會放一點 鹽我就會試湯汁的味道 然後我的酸是用檸檬汁 檸檬汁我可能只有放一點點 好我們現在切滾刀塊 如果你喜歡切片的話也可以 那我這個前面你看 它聲音就聽得出來很嫩 那到後面的時候 它就有點濕有點老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一點點老的 薑味就會比較濃 像這樣的話就是比較嫩的牙尖 你看你聽這個聲音 完全沒有濕 切下去就是沒有濕的聲音 就是比較嫩 好我們現在就是 薑已經切好了 然後我們煮上水來煮醬汁 用薑汁來燙這個薑 薑撈出來 汁冷了以後 我們再把它對在一起 這樣它才比較脆 我們現在來加冰糖 因為冰糖它顆粒大 它要煮一陣子 所以我們放兩勺 三勺的冰糖 然後薑是要有鹽的 所以我們就放半匙的鹽 我們現在等這個糖融化 我們就把這個薑給放進來 薑紙一燙就拿出來 免得它發霉 就是殺菌 我們把這個薑放下 還有呢 有的人可能不能吃生的 以我來講我都是把它汆燙一下 你燙酒可能會變軟了 你看我下來差不多 不到20秒我就撈出來了 我放在盤子上面給它晾著 如果有太陽的話 最好拿出去曬一個鐘頭 薑撈出來以後 這個水又滾了 我們試一下味道 我發現完全不夠 所以我再補一匙的糖放進來 再補半匙的鹽 檸檬汁這個時候把它倒進來 差不多有一個半的檸檬汁 我再試看看這個檸檬汁下來 它的甜度對不對 糖又不對了 鹽也不對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再加一匙糖 總共是五大匙的糖 再補一份的鹽 這樣的話可能就夠了 汁就給它放涼 都涼了以後 我們再對在一起 放在冰箱 醃著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也是可以吃個 兩個禮拜左右 像這個兩小碗的水 差不多要五大匙的糖 一大匙多一點點的鹽 然後一個半的檸檬汁 我用的湯匙是這樣的 五大匙的 這個也是差不多 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你看薑曬乾 這樣的話它沒有生水 它才不容易壞 你看現在汁已經放涼了 所以現在就把它放在保鮮盒裡了 薑一定要泡在薑汁裡面 如果沒有泡到薑汁的話 它就吃不到味道 而且容易壞啊 好吃的嫩薑一定要脆 然後甜度就看個人喜愛 一點點酸 所以它也要有一點鹹 如果它也不甜也不酸也不鹹的話 基本上這個嫩薑就不是很好吃 那個醬汁藏起來是比我們醃好的 薑的味道還要再重一點 如果你吃起來那個湯汁是你要的味道的話 基本上泡好那個薑就太淡了 其他要加什麼 你可以看個人的口味來加 比如說有人喜歡用烏醋啊 有人用檸檬醋啊 我的是用檸檬汁 我有時候會換口味 就用梅汁來醃 你看喔 這是我醃了三四天的薑 就是這個顏色 用檸檬汁的而已 沒有其他的東西 所以它的顏色就粉粉的 非常的漂亮 我們現在就打開來吃吃看囉 我喜歡切滾刀塊 是我最愛吃的薑 酸甜 剛剛好 然後脆脆的 也有薑的辣味 這是我早上最喜歡的味道 它前半部都是嫩的 後面就微微的辣 所以整個醃起來吃起來就很夠味 我說的有薑稍微老一點 有一絲一絲 不是說真的那個絲咬不斷 就是有一點點不像全嫩的那個嫩 這樣埋起來咬下去是像梨 那不是太嫩的話 它的絲不是很明顯 是咬得斷的喔 你不要買到那個 聽我這樣講 買那個比較老的那個絲咬不斷的 那就不行了 好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每天都很開心 早上吃的要營養開胃 拜拜